生爛的是什麽人? 像這個鵝裔大師他開幕後說 我雖然知道生我不是老婆老母 但是我也是一樣優雅 向他上帝總經歸勞生酒 報老母、老婆恩 我明知道這個肉身不是老婆老母生的 因為這個鵝裔大師的公法 他的天后就知道 真的我們不是老婆老母生的 我們是為了生的 就是這個所在說的 無名夫、貪愛母 因為我們無名做我們的老婆 因為我們的貪愛做我們的老母 我們不知道會生的 不然你如果沒有無名、沒有貪愛 你老婆老母也沒辦法自己生的 對不對? 所以真的生的是無名夫、貪愛母 所以我們不是僅僅生我們肉體的老婆老母 這個也要求 求這個無名的老婆貪愛的老母 所以好孫要求這個白母 所以剛才說 由屬上來解釋 吃無名夫是要求生身的老婆老母 生的肉體的老婆老母 那麼由心底來解釋吃 我們吃這個無名夫 是要求無名的老婆 和貪愛的老母 因為我們無名 因為我們無名 貪愛為厭 無名為厭 所以我們剛才說 婚長生師 不是說 以優勞的善惡厭 為厭 以煩惱 無名為厭 所以我們會生在這個三個 所以真的讓我們生在三個 是無名的老婆 和貪愛的老母 現在當下積成冥套 那麼我們來積這個無藍分 用一心的祖形三寶寺 那麼這個無名的老婆 當下的生冥 這個冥套就是 無名就變公明了 老婆本來無名 現在我們老婆變公明了 那麼套 這個貪愛的母本來是宿伯 馬上就變改套了 所以我們就是因為 好順這個婦廟 好順無名 我們現在想想去 我就順他 就來想去 我很想要命人 你就順他 就來命人 我現在要接到 我就順他 順這個老婆老母 我就來接到 我就來台南 放火 請假扎去 就順他 就順這個老婆老母 好順無名 貪愛的母 那現在呢 如果再在觀 修行一體三佛 當下無名就變成名了 當下這貪愛的老母 俗伯就變成團 所以當下 就是名團 公明 該團 那麼地、土、母 方便夫 倫文、立無、公用 那麼地、妃的老母 我們說主婚 以波熱為母 波熱、波羅蜜 就是叫做制度 制度 制度 我們有一部論叫做大制度論 什麼叫做大制度 就是磨合、波熱、波羅蜜 叫做大制度 磨合就是大 波熱就是字 波羅蜜就是度 所以我們大制度 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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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以波熱為老母 所以我們也是要無名貪愛 就不想做我們的父母 我們現在用什麼做老母 用波羅蜜 來做老母 然後方便 主婢 設我們的老婆 所以現在要優好老婆、老母 簡單的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要優好地匪 改團的老母 要優好主婢 度重新的老婆 所以我們現在要優好到 不要喝到老母 簡單說 食這個烏蘭粉 你不要喝著老婆 那麼你如果喝著老婆 要跟無名貪愛 老母 當時我們的老母 要跟他優好來共養 這樣就生死輪迴了 所以我們如果是 改團 跟度這個無名貪愛 的母之後 當下 這是名貪 公平改團 地度 無方便 有人文 立無公養 人文就是水煙 水煙 無公養就是不假造作 你不用再想 自煙、理煙 這是什麼不必想 譬如說 我們如果是一個人 生下來的老婆 就是那個 老母就是那個 我們不用想 我們如果是說 伴樓 向你說 這不是你的老婆 你親身的是這個 這是給你養的 我們開始的不習慣 這是我的老婆做那麼久 結果你跟我說 這不是我的老婆 另外這些這些 我親身的老婆 我們就沒關係了 要優惠 也不知道 無事無事 現在 伴樓 要認親人 無事無事 要叫我優惠 要注意 我們都不會 說真 用心 不要說伴樓 認老婆 我們說 世間人就好了 譬如說你嫁人就好了 對吧 你本來的我們家 才叫老婆老母 現在嫁我們老婆 我老婆這叫老婆老母 我叫老婆老母 我叫老婆老母 那優惠不下去 沒關係 做人的媳婦 要來優惠 這個打雞打官 當作我的老婆老母 不過心裡就覺得不是 你如果優惠久的時候 我們跟他打雞打官 做的骨子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這樣骨子 當作我們真的老母 我們也一樣 我們跟他關心 跟他照顧 不用再想 你如果剛才嫁人 一年、兩年都沒關係 脾氣、個性 怪怪 沒有衛生 不法理 這樣 我們就這樣想想很多 不適合 還是覺得我們家裡的老母 比較好 之後 久來就自然了 久來就自然了 我們老公的老母 也是我們的老母 他的老母 也是我們的老母 久來就管死了 所以這個 並無功用的 不假造作 那麼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優惠無名的 癱愛的管死 現在呢 叫我們要優惠 摩好波羅波羅蜜 還是要優惠 我們要優惠 我們要優惠 我們優惠 我們優惠 我就很想要生氣 我們優惠 我優惠 我也要留在裡面 對嗎 我們就這樣想 就拿不出來 不然就是 做不下去 還是說不出來 那麼我們就會 這種樣子 不然就是看不開 沒有了解 有一天有一天 有天的時候 自然 這就是我們的老母 本來就這樣 本來就這樣 自然就這樣 對嗎 該保持的心 保持 該下心命 就下心命 哪有什麼好苦慮 該做就做 該走就走 那麼就自然了 那就是像我們說 我們現在 本來這不是我們老母 這不是我們老伯 我們打雞 打官 要優惠好久 是真的老伯 就不用再想了 如果他勘苦 我們自然就夠 我們就去做了 所以這叫做 任運無功用 所以 由 無名夫 貪愛母 當時就變成 地斗母 方便夫人 古名 烏蘭噴 所以叫做烏蘭噴 這是 周書 他主教的時候 他都會 由這個師匠裡面 替你解釋 說什麼叫烏蘭噴 那麼 那麼 理體上來幫你解釋 為我們的心理 來幫我們解釋 什麼是真的 我們愛吃的烏蘭噴 然後什麼是我們 真的要優好的媳婦 那麼這就是 我們的心理裡面 可以收工 所以 當然 這是因為 因為 他父母有這種 歌謀 如果說 沒有了解的人 他會說 我們老母 沒有你五十多 我們怎麼就做這樣 好像有人說 你就要拜水慘 我如果沒有做國師 我要拜什麼水慘 這就是說 就是這樣想 就是沒有了解 這個烏蘭噴也是一樣 你如果會了解 原來烏蘭噴 是要供我們自身的散步 不是外面的自身的散步 我們要吃什麼噴 就是清淨心 世改清淨的心做噴 那麼不適合地匪做神 來供養自身的散步 之後呢 要租什麼老母 不是生我們的老母 不是養我們的老婆 是讓我們生死輪迴 無名的老婆 癱癒的老婆 要求他 求起來 求起來之後 我們的人真正老婆 他就變成 波羅蜜的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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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滋鼻方便 那些老婆 這樣就叫做人真好孫 這就是祖書 在祖書 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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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没有真正的责贴 那么就变成狭剑、殿堕、无印 无印就是无印症 无印,一般我们经典来说有三法印 三种的发印 那么发印就是印症说他是不是有衰 简单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疾症 如果所说的经是说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疾症 那么这样就是佛经 如果叫我们去唱歌跳舞,那不是叫佛经 因为那跟三法印不一样 叫我们去杀生、去创金刷 那也不是叫佛经 因为那不跟三法印符合 所以发印是在印,印症 那么这些素材说如果没有真正的贴 我们对虚度、殿堕就没有印症 就变成魔刷掉了 那不是佛经 所以如果有人叫我们杀生 叫我们淘汰 叫我们做一些无意义的苦行还是什么 那都不是佛经 那就是魔刷掉了 因为没有真正的贴 通论资大圣经解义是上违因 为经质帖 一般来说的 所有的大圣经典 都由一是上违 所以我们有的祖师说 这个修行有三法印 是说我们一般说 资行、无常、资法、无后 一般一情这是三法印 那么大圣说一是上违 为一是上 所以大圣经典都由一是上违因 那么是上就是一上 一上就是无上 无上也是无不上 不离一切上 那么这是大圣经典的印 所以都由一是上违因 为经质帖 做这部经的质帖 连是上衰一 既种种名 如天帝式一人得名 保应主天 是上衰连是一个 主法的是上衰连是一个 但是有种种的名称 都叫做是上 比如说大圣经有的是大波涅槃 有时候是磨合波热 对不对 有时候说这个 苗法廉华 有时候说大圆绝 有时候说如来葬 有时候说手刃眼 有时候说刃血山顶 有时候说真如实相 不兴不免 虽然有种种的名字 但是它所说的都是同一个 都是同一个 所以说是上衰连有种种名字 如天帝式一人得名 因为帝式天的一个人很多名 保应主天 保应种种的天人 帝式天有很多名 其实是一个人而已 比如说帝式天有时候叫天宫 有时候叫四题凡音 有时候叫刀立天 有时候叫三十三天 很多名 保应主天就是应主天的关系 很多名 像我们一个人也很多名 对不对 你一个名 一个人 有时候叫你阿姑 有时候叫你阿姨 有时候叫你阿嫂 有时候叫你女儿 有时候叫你女儿 有时候叫你阿嬷 你到底是阿嬷、阿姑、阿姨、阿嫂 都是啦 看什么人说的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也有很多名 阿嬷、阿婆、阿姨、阿桑 小姐也有 小姐也有 有人叫你阿嬷、阿嬷、阿嬷、阿嬷 有人叫你心婆、阿琴、阿嬷、阿嬷 說你們的姓氏 拜不是都同的嗎? 叫阿嬤來拜 阿嬤,叫阿嬤來拜 叫孤婆來拜 叫孤婆來拜 叫姨媽來拜 拜都也拜同的 到底是拜 我們人,當然我們大人疼有 我們小孩也疼沒了 小學生一年級 你告訴他 他會問你 到底是要拜姨媽,要拜孤婆 還是要拜阿嬤,要拜阿嬤 還是拜琴 都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一人多名 就是這個意思 在這個天,一個人也有很多名 實相一個人也有很多名 有時候叫做實相 有時候叫做佛性 有時候叫做第一義 有時候叫做主性清淨心 有時候叫做烈盤 有時候叫做波勒 叫做圓絕 叫做大方廣 這都是很多名 波勒絕 波勒絕天 對這個天也有很多名 那麼一人多名 所以 實相一而 一法多名 補應絕經 實相也是一樣 一個實相有很多名 有時候叫做 守冷眼三妹 有時候叫做如來葬 有時候叫做佛性 頂頂都波勒絕經 看到什麼經摩絕經都說得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經 都是 你如果說圓盤絕經 不思議解脫境界 對不對 所以這個波勒絕經就有很多名 經至名別 積意拔名 離焦通貴 伊利無求 所以經紀人有很多名 那麼 名別的名稱不一樣 積意拔名 離焦通貴 就雖然不一樣的名字 其實都叫同人 都是一樣 比如說 我們說 都是叫同的 你要拜姨媽的來 拜孤婆的來 拜親婆的來 拜簽姆的來 拜阿姨的來 拜阿瑟的來 都拜同人 怎麼拜白人 就死者 那個夢者就一個人而已 所以八名都交通貴 都不一樣的名字 都是說同一個人 那麼這個實相也是一樣 雖然祖經不一樣 所有所有的大聖經 都是你說實相 都是一樣 雖然經名不一樣 我會叫聖班經 我會叫法法經 但是都說 它實相 它實相因 伊利無求 在利貴上來這邊 沒有過失 沒有什麼不對 那麼這是說 辯貴 那麼下面的 我們連講再說 他們的主意 都叫做法經 都叫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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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甚至婦 這裡 空間 我會繁閉 你 先 去 我會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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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请放转 请拍整第八页 第二就是旧式遍体 就是说我们这个五重玄义里面 说这个体 说早前说是不可以改造这个名 那么这个座宅的变体 就是说我们这部经 每一部经都有它的体 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二项 第二项就是变体的词 说这个位书上来说 说这个我们这部 乎乃本经它的体 说一些族经必有真体 一些种种的经都有它的体 六无真体 借刑度无因 变形磨刷 意思是一些经典如果没有这个体 那么这就是变形磨刷 那么这就是变成磨刷 因为佛所说的经 我们说有这个三法因 还是说一式相因 那么都有它的体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体 就变成磨刷 那么我们说通论主带性经 该义式相为因 意思是说所有的大性经典 都是用实相为账因 为这个经的账帖 大性经都是一式相因 那么一般我们修行说有三法因 主行无上、主犯无悟 六犯一生 这个三法因 那么大性经的一式相因 连是相随意 既种种名 是相随连是一个 所有的大性经典 所有的大性经典 要跟我们开示的 都是主法的主乡 正像法法经来说 如来的出生就是要 要到众生的了解 一切主法的主乡 那么是相随连是一种 真理只有一个 但是有种种的名称不一样 真理由天帝石 一灵多名 保应主天 真理由天灵的 帝石天 他有一个人 但是他有种种的名 很多名 来保应主天 就是说 最对应种种的天灵 他有种种的名 那么实相 实相义耳 一法多名 保应主经 那么实相也是一样 我们大性佛法都是说 这个一实相 都是主法的实相 就是一佛性 但是因为保应主经 很多名 那么 经济明伯 结义别名 离交通帖 余利无求 经有种种不一样的名 那么结义别名 离交通帖 就是说 经义以不一样的名称 来交感的 这个共同的 这个共同的 这个实相的 提醒 比如说 经有种种不一样的名 像我们这部经 叫做 乌兰本经 那么 俄裔大师意思说 乌兰本经 它的意思也是说 这个一实相 但是每一部经名都不一样 但是所有的大性经 都是说这个一实相 但是有时候经名不一样 比如说 有时候叫做 金公伯祭经 有时候叫做 列丸经 有时候叫做 丸角经 名又不一样 有时候叫做 如来藏经 有时候叫做 凌丸经 有时候叫做 密严经 有时候叫做 不生不灭经 对吧 那么这个经 虽然是不一样的名字 但是 它说的 道理都一样 虽然叫做 列丸 或者是叫做 波热 或者是叫做 丸角 或者是叫做 任言 任切 或者是说 解生密 它的名字都不一样 但是 它所说的都是 大性的 它实相 所以 它法导明 波影族经 就是说 这个实相 是一个法 所有的大性经 都是你说这个实相 但是 因为波影在重生 当中 所以有种种 不一样的经 所以 经既明别 结义别明 离交通贴 这个每一部经 它的名字 是不一样的 没有对 有时候叫做 丸角经 有时候叫做 丸丸经 那么丸丸 收丸丸三位 跟丸角 也是一样的 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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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觉 余利 về 在这个条是 没有对 没有过 histor 所以 种种的经 是 toda 那种世音rou L.G.G.G.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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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都是说这个一世上 再来说金、金、中、云 那么我们这部经 也是说这个一世上 那么今天这个金殿里面说 这个乎我们本经里面说 说当初、受风、重情、为神、自力 就是说我们今天 那么要买 不经验尊者,要求他的老母 脱离这个乌龟的这个没什么东西吃的痛苦 那么当初、受风、重情、为神、自力 必须要受风、重情的力量 不是他个人所有那么多求 由他们的,又再说 初受时时 我们学这个乌兰盆的时候 最初受时时时 受时时就是说BQ症 要受受用这个乌兰盆 设这个乌兰盆共用的时候 最初要受时时 应当把乌兰盆生安佛症 安在佛上头症 精、中、云、境、便自、受室 就是设这个乌兰盆的 要求我们的祖先 求我们的乌兰 输中 这些乌兰盆 脱离五个月的痛苦时时 要先把这些乌兰盆 放在这个乌兰盆前 之后,经酒安 就是说 上经、祈酒、悔兰法官 之后,便自、受室 就是要先上经、上酒 我们如果过等的时候都要先念佛 然后,乌兰盆、法身、毗如真好佛 圆满报身、如真好佛 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再念佛分面 再念这些酒 便自受室 然后就可以受室 这是说受这个乌兰盆的法 那么会认识酒安、祭食法 那么有酒安就是念经、念佛 这是法官,这就是法拉 因此说三宝祈酒 意思说,设这个乌兰盆会时 其实是三宝祈酒 因为要先供材佛在头前 这是佛法 然后由精、精佛来修食 修食尽情的,要念经、念酒 念佛法官 这这样就没有法报 所以三宝祈酒 那么的名誉又说,说无限的 也认识 经典来说 这没有三宝公重制令 那么所以 我们这个乌兰盆经 它是依三宝 为帝 这种意思就是说依三宝为帝 所以说我们这部乌兰盆经 是叫做依一时上 所有的大圣经都是依一时上为帝 但是在这部乌兰盆经 别上就是依三宝为帝 那么像我们所有的大圣经典 每一部乌兰 都不一样 它的通常就是依三宝为帝 如果是说金公发责经 就依金公发责为帝 那么台风公元角经 就依一元角为帝 如果是涅盆经 就依涅盆为帝 那么修灵严三宝为帝 就依修灵严三宝为帝 但是这是别上的帝 那么但是通常都是实习 这个所在也是同样 我们是依三宝为帝 就是说我们乌兰盆经 就是要供养三宝 靠了三宝的勒兰 来救到这个目减人尊者的老母 跟我们众生每一个人 律世以来的富庙 六代祖先七世富庙丁丁丁 那么这都是依三宝为帝 那么所以目减人说 帝王三宝公得一列 这是我们这部经 依三宝为帝 这是别名 因为这部经 有我们本经要共用三宝 所以在到公得 那么同名、同雄 当然就是一世上 一世上 那么画面说 有什么说一世上呢? 说二世上三宝 这是一世中心主行 那么欧义大师说 虽然说就三宝一了 但是呢 这个三宝呢 实在上就是一世中心的主行 主就是灰塔 不是灰塔 不是灰塔 那么生呢 我们说生就是不改 不改变 永远不改变的 虽然中心啊 你轮回生死 虽然中心啊 他在点头望上 但是呢 他这个生永远不改 现在他在地上望几特性 有种种的苦 他的性不改 叫做性 那么主呢 就是说 他不是靠柏人 他靠自己 所以叫做主性 那么这个中年主性啊 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说 我们中心的这个心性 那么三宝就是 我们中心 主心的本性 叫做主性 所以呢 这个大乡人 里面说这个主性 就是说 中心 主心 本性 叫做主性 刚才六宗说的就是 色主本性 建主本性 叫做主性 那么当然啊 我们三宗里面说 叫做开吾 但是开吾 吾 我们如果说吾吃的 吾比较统统 比较广泛 有的人说吾 吾是很多人 一人一种境界 一人一种的心理 思想关联 所以吾是一种 比较统统的吾 我们说这人有吾或没吾 到底是吾什么 有吾或没吾 大家说吾有吾 吾有吾 吾 也是要欠钱 比较实质 这样也是算吾 对啊 有吾有吾 吾 我知道这些 吾 也是要靠自己 这样也是算吾 所以但是这个吾是 比较统统的 所以它是比较不一种 标准性 但是我们如果说主性 如果说吾对 主性 那么主性它就有 有一个 确定的东西 那么主性 我们佛经里面说的就是 主心的本性 主心的 也就是说 息主本心 那么 建主本性 那么这个主性它就是 我们一般说 主就是不是白人的 那是我们自己的 每一个人都有的 那么性就是不改变的 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 那么这是 它因缘不改变 所以这个所在说三宝 就是一切中心的 主性 那么 它们说 六中心 主性 本不改变 本不改变三宝 公主 公主 如果重心 它主心的 本性 里面 它本来没有 改变三宝 会中众的 公主 我们福报 法报 和政报 各变三宝的 公主 这样 这凡性 凡不改变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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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意思是说 如果 我们重心 没有三宝的 公主 这样 凡性 凡不改变三宝 就是凡不改变三宝 不改变三宝 不改变三宝 圣灵是三宝的 公主 都有 繁非 繁非 三宝的 公主 都没 那么 条级 于是说 繁非 跟圣灵 Marian 立法 登机 因我没办法变开 因我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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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сим 没這個 变成 中心 主性 没有祉将 这个三宝 的 公主 那么 繁非 和圣灵 就 Has 这一条线了,分开了,没办法相应 明暗,英吉的 明就是公民的地位 暗就是黑暗的烦恼和善事 如果我们众生无三宝的功德 那么我们英文在黑暗 那么圣灵的法,圣灵的公民 英文没办法照到我们的心中 明暗,英吉就是吉,就是分吉 我们说岔路,这条线和这条线,英文就不会交错 这条线,这条线分开后,一个冬冬一个冬冬 英文是不会再稍贵,不会再交叉的时候 所以如果众生心无三宝的功德 凡夫和性灵就分开了 那么公民到黑暗,也是英文是两条线 凡不性感,性不灵营 那么凡夫就没办法成就他的感 性灵没办法做他的影 那么感呢 什么感就是心动,叫做感 当然心有足动,心有着俗 心有叮当,叫做感 我们一般我们说感免,比如说我念观世音菩萨很感免 我念大悲酒很感免 我念地中菩萨,很感免 那么有什么感呢?就是因为你心有叮当 心有缩求,心有缩量,心有缩元 所以我们求菩萨,求三宝,求佛 然后有你心感,求阿弥陀佛 心灵当,心有着俗 那么有你念佛,有你求佛元 那么这叫做感 就是我们中心心当,就是我们中心心当,做俗 那么性灵的影的就是说 因为中心心有缩,有做俗 那么有所求 所以性灵可以回应我们的缩,我们的俗亚 我们的要求 所以我们中心求观世音菩萨 就叫做角,心丁当也要求 啊,性灵呢,他就会赢 那么这个所在说,如个 中心本身的无三宝的宫殿 那么,我们凡夫没什么感兴 凡夫就心不在当 什么就感兴呢? 比如说,凡夫如果如个 这个无三宝呢 我们中心永远就不会感兴 我们心如果无三宝,我们怎么会来整一三宝 我们自身如果无三宝,你就不会来学乎了 因为你怎么说也说不听 当然我们现在有的人说是说不听 觉得说 要叫他来学习,要来学习,要来学习,要来听习,要来学习 叫他学习的修改,他也觉得不得不得不得 但是他如果他没有到的时候,他就会心会叮咚 那么我们也是同样 因为我们自身有三宝 所以我们不知道会相信过来 我们不知道会想要听话 我们不知道会是说 来诡议三宝 所以凡夫如果没有三宝的宫殿 凡就不能感兴 心就不会改变 心就不会叮咚 那么心灵就不会叮咚 所以标识说 中心心本来有三宝的宫殿 那么三宝的宫殿 它的内容就是后边 意思说中心一定是有三宝的宫殿 那么道理是在后边说 说以心腹中心三无差别 买五虽亦,体性相义 就是说因为心腹中心三无差别 我们这个法严经里说的 心跟腹中心三方是无差别 我们虽然现在中心有千千万万种 但是呢,角腹的体性都是无差别的 所以说买五虽亦 虽然凡夫是买 性人是五虽然是无相同 但是体性是相义 它的体性是相同 它的体性是相同